好了 今天就有些好介紹給大家了 劉華買了聖誕禮物給我了嗎? 你先給我了嗎? 即是還沒買吧 今天就介紹一些聖誕禮物可以選擇的東西 就知道你的預算也不多了 或者是量縮的 你預算也不多是我 等等 別說那麼多 一堆給你去抽 不不不不不 抽中了這個 抽中了這個 最大的那個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brand name 叫做J-Lab 它的性價比真是很高 馬上看看這些耳機是甚麼來的 剛剛你的選擇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奇章 歡迎大家收看頻道 如果大家第一次收看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今晚的小鈴鐺 最新資訊科技 我覺得你們現在 新聞隊王那些 報道 你一定是鴨頭 神經病 好了 今天就要介紹一個 就是耳機的品牌 你有沒有聽過J-Lab 我應該說有還是沒有 應該 我好像說了 我好像說了 沒有又好像得場創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J-Lab這個品牌 但其實J-Lab 我找過所有資料 原來它是真無線美國耳機的銷量第一名 它是CP值非常之高 原因是甚麼 一個字 適合名 便宜 沒錯 那是CP值 便宜 它是一個在100元美金的耳機裡面 全都出名 100元美金即是多少 700多元 700多元 其實在我現在手上 這幾款的耳機其實都很便宜 這個就是J-Buds Mini 它是新出的 非常之便宜 3萬多元 這個就是叫做 WorkBuds 其實它們每一樣的功能都不同 但是今天我想最主要介紹 這款耳機 這款耳機有甚麼特別呢 平時它們是CP值高 便宜 但它們今次都推出一個旗艦的機款 是首款的旗艦機款 即是它裡面的功能 還有它裡面的音質 就是它J-Lab裡面最厲害的 這個就叫做 J-Lab Epic Lab Edition 它是剛剛才推出的 在這個 CS2023年裡面發佈的 其實當時都備受注目 我們今天就會開箱看看它們 還有介紹一下這款耳機 不如我先不要說 不如我立刻開了這個耳機 給大家看看是甚麼來的 一邊說一邊介紹 這款是J-Lab Epic Lab Edition 其實它的機身也不算是很大 盒面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是挺簡約的 第一件事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個標誌寫著 HIRES Audio 這隻耳機可以看到HIRES Audio 還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LDAC這個Coding 這隻LDAC聽起來的音質 再次是非常棒的 立刻開來看看 先看看 OK 一開的時候就看到裡面有些Paperwork 接著拿這個本機出來 這個就是主機 看到一個Epic的字樣 Epic是甚麼 CC 這個即將進入一個CC的年代 我不知道 它也挺… 挺有質感的 你拿一下 很重的 而且感覺上是很堅硬 不是普通膠 摸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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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平時的膠是不同的 還有前面有指示燈 指示電量 還有現在應該都… 剛才我開了 進入這個Paper的狀態 應該是 開 你有沒有看到有些東西不同 中間多了一顆東西 是啊 中間多了一顆東西 這是甚麼來的 USB 類似 開出來給大家知道 Type-C 不是USB 類似 這個拿出來 真的是Type-C 真的是Type-C 那它立刻可以放進Mac機 Window 或者最新出的iPhone 即你沒有那些 iPhone15 有這個 可能快要有 等你 Type-C放進去 就立刻用 咦 那可能你有些疑問 是 我猜到你有甚麼疑問 那放這個 那我放藍牙有甚麼分別 為甚麼要放藍牙 為甚麼要放藍牙 怎樣做這塊東西呢 當然有一個用處 就是這塊東西 就可以降低它的latency 即是說延遲性就會再減低些 那它融化下去的時候 就會令到它是 延遲的情況 就是減少為約20毫秒 那如果我們平時 就這樣用藍牙傳輸的時候 大約是多少呢 大約是100至200毫秒 就是分別就是這麼大 因為我有時平時 用藍牙來剪片 剪你的片 剪到敏的 因為真的 聲碼不同的 你的手機是弱的 那個藍牙耳機 有時會是這樣的 對 所以如果你插下去的時候 你比如看片 或者剛才你這樣說 剪片的時候 就可以降低它的延遲 這個我覺得 是這部手機的最大特色 因為其他的手機 我未見過 是一體化 放在盒子裡 就已經有這個功能了 可能一會兒試試 我看看耳機本身 耳機本身 後面 這個是不是透明 有沒有看到 對 我覺得透明挺漂亮 半透明位 這裡就簡單 一般耳機我就不特別說 一放下去的時候 就馬上去做到充電 充電時間 我就看到比較長的 是長器袋 如果單以耳機的時候 它是13小時 但是如果你放在充電艙 就可以用到56小時 非常之長 夠實用 如果開了主導降噪 就會用到 單機就9小時 而不是這個充電艙 就36小時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開ANC 用這個做標準 而且如果開了這些耳機 我覺得最實用 就是可以連接多部裝置 這個也可以連接兩個裝置 所以大家都可以 手機電話或者電腦 隨時切換都可以 它最多記錄是10個裝置 所以在不同地方用都可以 至於充電的模式 它除了在後面有USB-C 這個位置充電之外 還可以用無線充電 即是放在無線座內 就可以充電 說到可以延長電池的壽命 其實它還有一個叫藍牙LE 藍牙LE 即是可以做到藍牙普通傳輸 但功耗會再低一點 即是可以延長 你平時連接手機電話 或者聽耳機的壽命 但會更好音質 所以大家都可以有這個 這麼高規格的選擇 裡面其實已經配備了 很多不同的耳膠和耳面 連裡面有三個大中小 耳膠和三個大中小的耳面 說了這麼多這些 其實它最近裡面都是它的聲音 因為它在旗艦級 這個價錢跟之前那些 剛才我提到的 平時不可以走平價路線是不同的 我就先說價錢 你知道多少錢嗎 跟平價路線不同 即是它走貴價路線 不是 即是它的品牌裡面 是最貴的耳機 平時不是說100元以下 它這次是1699 即是它對於這次來說 它很有信心 至於有什麼信心呢 就是它裡面的Driver不同 它走這個 雙動鐵的驅動單元 它有10mm的動圈的驅動單元 以及它裡面 有一個叫NoNex 平衡的電機驅動單元 即是說動鐵一齊來的 動圈就可以令到低頻 即噗噗聲就會更漂亮 動鐵就會令到高頻的聲音 即人聲更清脆 所以這個就是賣點 我們不如馬上試一下它 好嗎 就連了Apps 不過我也想馬上試一下 它這個是Default的 我們按歌 Default的樣子 很小 你現在是正常聽到我說話的 正常聽到你說話 播歌 我想先開一個降噪 不如試一下 它這裡有一個降噪功能 還有它有個Be Aware 它裡面有提示 有一個降噪功能 因為現在我已經說了大聲 都很清楚的 你想說話嗎 1 2 3 1 2 3 1 2 3 3 2 3 1轉 你不要快點 有聲音 有聲音 但是你會聽到 但又不太耳壓感 都可以 立即play music 好 現在開了 noise canceling 聲音都挺漂亮 已經開了一半 你有說話嗎 我有說話嗎 沒有說話嗎 你有說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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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說話嗎 其實剛才開到50%了 認真說話 70% 真的有說話嗎 你不用看影片 觀眾可以留言告訴他 我看一條Bar 你有說話嗎 真的有說話嗎 真的 真的有說話嗎 我以為你是陰 你試試試試試試 還有這個東西是自動的 戴上去就是play 如果除了下來 就可以停止 我聽到了 聽到你的聲音 我聽到很大聲 你現在可以嗎 聽到的 不是很聽到很大聲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而且它都可以做到不同的Eucalyzer 可以調整不同的位置 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它有三個預設的Eucalyzer 給大家教 譬如這個就是它JLab的Signature 調音 我聽到剛才是比較平均 低音也是挺豐富的 還有EQ-2 就是這個Nonez 剛才不是說過 動鐵的聲音 即高頻 就會比較好聽的人聲 這個Bass Boost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比較重的Bass 另外還有Custom的 可以自己去調教 所以有三個其實都算幾多 我覺得 還有Touch Control 左右 有一下 兩下 三下 或者長按都可以做到不同的選擇 你這裡知道 都幾多 還有一個Music Mode 還有一個Movie Mode 還有一個Save Hearing 如果大於某個DB 分配 它就會降低一點點升入 還有剛才說的AutoPlay 其實聲音都不錯 我覺得 都OK 而且都挺輕巧 這就是它們的旗艦機款 如果大家剛才覺得 這個旗艦級機款 這個EPEX的Lab Edition 真的可能會比較肉痛 預算有限 大家可以抽獎的時候 都可以有其他選擇 現在 新的 不是新的 新的就是這個 J-BucksMindy 這個非常小 而且有很多顏色 我現在座底在我手上 五個顏色 我們選擇藍色來開 這個就非常之划 這個大約價錢 都是$389 $389 $389 它這個真的非常小 比起剛才的箱 這個就很輕巧 因為它這個 就是希望打造成為一個 全世界最小的 真無線藍牙耳機 它真的小很多 好 立刻開 是同裝 你對比起一個大小 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大小是不是很小 我馬上戴上去 但它是黏得很緊 很小 很小 但有多貼服 不要開玩笑 這個我想抽獎 其實不適合 三百多元 差不多 另外還有一款 這款 就是比較商務性質感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個長條型的東西 出來就讓你做一個通話 好像 Customer Surface Hello 陳先生 你好 叫Works Bus 這個就比較大 這個 這樣 這樣 開 這個也挺有趣 這樣會不會容易掉 又不容易掉 因為它吸得很緊 拿出來 一個這樣 好像普通的Earbus 拿出來 充電位 但是 它有一個特別的裝置 它有一個小麥克風 如果你平時 就這樣戴這個Earphone 但是如果你想配咪 左右兩邊都可以 至少它配了一支 它配兩支 可以一次過說兩個電話 等一下 喂 陳先生 是 叫我老街 老婆叫你回去吃飯 好幾年代 真的 我還沒出生 但是你不要說 如果真的有些人 在工作地方去用的時候 可能這個就會清晰很多 如果這樣放進去的時候 可以的 連這支咪 都可以完全放進去 另外一個就是這樣 我相信這個可能 你給爸爸用 又或者 有些人可以開車 可能都適合 這個 如果拿這麼多一部 首推 我覺得這部 Epic Lab Edition 真的挺漂亮的 而且能走到Aldac 剛才聽到鋼噪都非常好 當然它是旗艦級機 價錢會比較貴 它這次很有信心 突破它自己的傳統CP值 不過這個CP值得到幾個 應該 另外就是一個 叫做Workbox 就是給大家的工作用 可能送給爸爸 或者是送給子女 最好便宜的 三百多元 J-Bud Mini 就是這樣 而且真的 太小了 這個 好 今天不如就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於這些產品有興趣 也可以去我下面的 description 看看詳細情況 希望大家有個歡樂的聖誕 和大家收到的禮物 都會開心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留意我Facebook IG 和MeV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Hello大家好 我是旗爵 歡迎大家收到的頻道 他就是劉華 你會說什麼 不知道 Hello大家好 我是旗爵 你有沒有聽過J-Lab 不要 待會再介紹一下 這個就 待會再介紹 不好意思 你自己記得哪裏剪 那裏剪 不知道 我不幫你記